這裡是礁溪路二段與德陽路交叉路口 為礁溪溫泉鬧區 假日晚上穿越路口的遊客是相當多 一波接一波 穿流不息 使得轉彎的車輛難以通過 造成車流毀堵 交通擁設混亂 怨聲載道 為此先議員民衝馳 邀急的交通處以及警方前往會看 德陽路跟礁溪路這個12樓口 例假日人潮非常多 因為現在有這個綠燈左彎的問題 有當時我們現在有帝王條款 行人最大 經常車輛車輛車輛這兩三台車 也引發德陽路的交通阻塞 也引起了礁溪路的交通阻塞 經過各方充分討論 決議在這個路口試辦尖峰時段 15秒的行人專用史項 而路口斑馬線則是退縮3公尺 並且在路中央增設交叉X型的行人斑馬線 假日人潮多的時候 我們來多一個十項號次 十項號次車都不能走 行人都讓行人走 你如果車上就讓車走 行人不能走 斑馬線我們是計劃把它玩 大概在退後3米左右 3米到4米左右 所有的四面的斑馬線全部往後退 這樣才不會引起塞車的問題 還有我們這樣所有路口都是要以X型 就是你假扁的 假扁的行人可以走15秒裡面 假扁的可以走到逗扁 逗扁的可以走到逗扁 逗扁的可以走到逗扁 這個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陣痛期 我們也要跟民進行說 這必須有一個陣痛期 讓大家習慣性來走這個斑馬線 這個路口是真的 車跟人 人車真道 贊成很多的問題 現在如果這個建議達成這個公事 我們來試試看看 看能不能朝著那個 人車分流的情形來處理 這是很好的現象 也是地方發電的一個開始 先試試看看 郊西路和多陽路口 是那個人型最多的地方 每递假日 都會很多人就是 現在那個林聰署議員 他有想這個辦法是很好的 各單位以及現議員 期望透過行人專用10項號制 在車輛全部禁止的情況之下 讓行人優先有15秒的時間 穿越路口 不僅顧及遊客安全 也兼顧車輛通行的順暢與安全 宜蘭新聞記者蘇世銘 採訪報導 這就是麻煩 要去